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到辽宁和广东考察之后 两个人都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 他们两个又到了一个过去的状态 就是习近平务虚 李克强务实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今天8月19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说 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之贺信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 当日在天津开幕 主题为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新变化 新方式 新技能 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 其实就是北京的教育部和天津政府主办的一个国内的会议 它打了一个世界大会的旗号而已 而习近平给这个挂上世界大会名义的国内会议发贺电 实际上就是有损于他国家主席的名声 因为国家主席这个荣誉是不能随便乱用的 你不能随便到处都用国家主席的名义去发什么贺信 发贺电 习近平打着国家主席的名义到处乱发贺电 就让国家主席的名义就不值钱了 所以这也显示出习近平叫做无事可做 只好不行的什么写信发贺电 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新闻来刷存在感 8月19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说 李克强总理8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的措施 等等等等 这显然李克强是在务实 他是不停地召开国务院会议抓经济 也就是在实际上从事领导工作 所以我们看出来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中南海还是延续过去的状态 就是习近平务虚 李克强务实 这也是表明了 李上习下已经被党中央敲定了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团队似乎内部出现了分裂 他们一部分人支持习近平对抗到底 一定要争取连任 另一部分就是劝习近平建好就收 能拿到一个体面退场的结果就可以了 支持习近平对抗到底的人 就是希望习近平把事情闹大 最后拼一个你死我活 而劝习近平建好就收的人 就希望习近平不要再闹事了 到此为止 皮面退场吧 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习近平在辽宁考察之后 习近平掌控的两个宣传机构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就发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中央电视台发表文章 它的题目是热解读赴东北看振兴 总书记再谈中国是现代化 中央电视台就把习近平在辽宁说的最敏感的一段话摘出来 这一段话是 习近平指出中国是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不只是少数人富裕 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皆大欢喜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说过 共同富裕是去年习近平大张旗鼓搞的一个运动 但是在今年年初开始就被党中央否定降调 北京官媒也不再提起了 因为这个共同富裕对中国的私营经济打击非常大 这样下去北京也受不了 然而习近平在他的共同富裕路线被党中央否决之后 他在辽宁这个考察时候 就再次又故意提出这个共同富裕的口号 就是表示习近平对党中央的决定不服气 他要和党中央对着干 要把事情闹大 而中央电视台的文章 特别把习近平在辽宁考察说的这一段最敏感的话给摘出来 就表示中央电视台支持习近平跟党中央对着干 支持习近平把事情闹大 相反的新华社对习近平在辽宁考察却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 新华社发表文章题目是党始终在人民群众身边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京剧来的 新华社的文章摘录了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说的所谓最重要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京剧 比如说新华社栽录习近平说的话说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定事业性衰成败 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薪 就能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摘录的习近平在辽宁考察说了一大堆所谓京剧 但偏偏没有摘录习近平说的最敏感的话 就是共同富裕这一段话 新华社把习近平说的这一段最敏感的共同富裕的话 把它删去不说 就是表示新华社反对习近平跟党中央对着干 他不希望习近平把事情闹大 所以他就把习近平说的这个最敏感的共同富裕这段话给删去了 意思也就是希望习近平见好就收吧 不要再提什么共同富裕了 习近平掌控的两个宣传机构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 对习近平辽宁行辽宁考察 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 也就说明习近平团队内部出现分裂了吗 也就是中央电视台支持习近平跟党中央对着干 支持习近平把事情闹大 而新华社反对习近平和党中央对着干 不希望习近平把事情闹大 那么今后随着事态的发展 习近平团队内部的分裂恐怕也会进一步加剧 现在很多习近平的粉丝习粉仍然坚信习近平是铁定连任 但是对于最近李克强高频出境高调形势 这是习粉们也无法否认的事情 为了解释李克强为什么最近如此活跃高调出境 习粉们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其中一个最荒诞的解释就是认为李克强最近高调形势 和习近平唱反调 是因为李克强马上就要退休了 他就不想再窝囊了 不像习近平再低头了 要在下台前支持一下改革开放 给自己在史书上留一个好名声 就像前总理温家宝那样 这个解释为什么荒诞呢 如果这个事情是在胡锦涛时代 这个解释或许还可以说得通 但是在习近平时代这样的解释完全是说不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要追溯到邓小平制定的一个规矩 邓小平呢 就是制定过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延续了这个规矩 这就是呢 一旦干部退休 就等于是金盆洗手退出政台 过去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 所以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一个干部他退休 没有出事就说明他平安落地了 就可以举手相庆 今后就不会再有麻烦了 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年邓小平制定这个退休干部 不再追究的规矩啊 一方面是要改变毛泽东时代 中共党内斗争过于残酷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也是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毛泽东时代党内斗争非常的残酷 最让人诟病的问题之一 就是要追查历史问题 一个人现在可能他没犯什么错误 可是要追查你三代 查你历史问题 给你扣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来对你治罪 比如说刘少奇在1949年之后啊 其实刘少奇还真的没有犯什么错误 找不出什么毛病 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的错误 和刘少奇也没关系 所以要整刘少奇 他目前没犯什么错误吗 就要追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刘少奇的三大罪名 叛徒内奸公贼 都是刘少奇早期的历史问题 因为刘少奇曾经在1925年 1927年和1929年三次被捕 就给刘少奇扣了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说是刘少奇在历史上 他叛变革命 投降敌人 充当内奸 破坏工人运动 所以刘少奇就有了一个叛徒 内奸公贼的罪名 毛泽东时代用这个倒查三代 查历史问题 作为一个整人的手段 确实整了一大堆人 绝大多数这些的案子 其实都是冤案的 所以也引起中共党内极大的反感 邓小平上台之后 就重新制定规矩 其中一个规矩 就是不再追查历史问题 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邓小平的这个规矩 当时在中共党内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那时候那些老干部们 都为追查历史问题 被整得七死八活 不再追查历史问题 就让他们可以放心 可以安度晚年了 这个不再追查历史问题 后来就延伸到干部退休之后 他在退休前的事情 也就算是历史问题了 不再追查了 比如说华国锋 汪东新 陈永贵这些人辞职退休之后 汤王的问题就是到此为止 不再追求他们过去的历史问题了 后来赵紫阳辞职之后 也是到此为止 没有进一步去追查赵紫阳的历史问题 另外呢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呢 也就对那些退休的政治人物 不再追查历史问题 著名的案子呢 就有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尼克松宣布辞职之后 对尼克松的调查就到此为止 不再追查尼克松的历史问题了 这种不追查退休的政治人物历史问题呢 也是为了避免政治斗争过于搞得太残酷 如果你要去揪历史问题 就会把斗争搞成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很难有一个和平的权力交接的问题了 但是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打破了过去 邓小平不再追查干部历史问题的规矩 习近平声称要倒查30年 所以现在中共很多被拿下的高官 他们都是在退休之后 被查历史的问题被拿下的 著名的例子就由 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塞厚 都是在他们退休之后被拿下的 就是说呢 这到了习近平时代啊 一个干部你退休 不等于说你就可以惊喷洗手 平安落地了 而且呢 一个干部退休之后 他被拿下的风险反而是更大的 比如说周永康 郭伯雄徐塞厚 他们在位的时候 他们毕竟由政治局常委 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高官的 很靓丽的头衔 要拿下他们的不容易 可是到了退休之后 他们这些头衔没有了 就成了平民百姓了 就很容易拿下他们了 假如说呢 习近平是铁定的连任 李克强铁定的退休 那么李克强退休啊 不但不能成为他惊喷洗手 平安落地 反而让李克强的危险是更大 毕竟现在李克强有国务院总理的头衔 习近平还不好把他怎么样 如果是李克强退休了 不再是国务院总理了 成了平民百姓了 习近平拿下李克强 那不就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吗 因此呢 如果是习近平铁定连任 李克强铁定退休的话 那么李克强在退休之前要做的事情啊 就应该是百般的去讨好奉承习近平 怎么样去换取习近平的高兴 来高抬贵手 要争取啊 习近平在李克强退休之后 不要再追查他的历史问题 所以呢 如果是习近平铁定连任 李克强铁定退休的情况下 李克强就不应该搞这个不知死活的事情 就是李克强在退休之前 还要故意去激怒习近平 还要故意和习近平对着干 这样的话 那李克强退休之后 习近平能饶得过李克强吗 而且呢 如果是李克强这么做 就是等于自己不想活了要早死嘛 所以呢 李克强他其实不是那种很莽撞的人啊 他是一个做事情非常小心谨慎的人 不像是任志强那种不知死活的鲁莽的人 过去十年我们看李克强总是非常的小心翼翼 不要激怒习近平 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李克强很窝囊很软弱 李克强谨慎小心了十年 隐忍了十年 怎么到最后快退休了 突然又不知死活了 非要去激怒习近平不可 这是完全不符合李克强的性格 李克强这样小心谨慎性格的人 他做事情啊 没有把握 他是不会轻易去干的 所以呢 把李克强最近敢于高调形势 敢于激怒习近平 敢于和习近平对着干 解释为李克强马上就要退休了 他要在下台之前给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 这样的解释是非常荒谬的 李克强这么做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上 李克强上习近平下 这样呢 李克强就是胸有成竹了 他当然就敢于和习近平笑板了 好 今天先说在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